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灌輸這個概念 我不是車評 壓力太大了 我只是白老鼠 職業白老鼠啦 對於汽車腳踏電卡住油門造成意外事故新聞有個建議的看法 我跟你講這個新聞從我小時候就有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好像在 Toyota的新電所 約莫10多年以前就有這個新聞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測試一台Camry 3.5 腳踏電卡到油門就撞錯啊 雖然在那個情況應該是很緊急的 我們自己也遇過啊 因為我們收那麼多車有的那個腳踏電 以前有些車主腳踏電放兩層的你知道嗎 原廠已經有一個腳踏電他捨不得踩 他又放了一個那個他自己在外面買的腳踏電 那我們出去外面收那麼多車我們曾經也被卡繞過啊 踩下去以後他剛好超過那個腳踏電 結果油門上來的時候剛好被那個腳踏電卡住回不來 所以油門就一直慢慢踩著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當機立斷啊 腳把那個腳踏電踹開不然就手下去 整個整件拉起來啊 可是你真的反應要很快啊 那真的反應要不然有人說什麼拉手踏車 拉手踏車其實反而覺得危險他甩尾 對不對拉手踏車反而甩尾 然後這個當下反應就是 刀啊 董仔打的手 純都快刷起來 整件都刷起來啊 我們以前也遇過啊 我以前也遇過啊 原廠腳踏電 好像就比較沒有卡住的問題 沒有啦 我大部分遇到都是那種主要是 電兩層 比較容易發生 對啊你已經有一個原廠上面電一層 或者是買了那種外廠過後的腳踏電 或者是有一些品質不好的腳踏電 他會翻起來 邊邊腳腳用久他會翻起來 會翹起來 翹起來以後有可能就卡到油門 小思哥怎麼拔到嫩漆的 什麼拔 需要嗎 需要嗎 需要拔嗎 板娘是不是被我性感的笑聲吸引了 很多啦 不只笑聲啦 全身上下 上面下面都 都吸引 BOBO二手車保很貴嗎 貴啊看你跟什麼車比 這個問題很常有人問說BOBO的二手車保很貴嗎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你之前開什麼車 所以我沒有一個基準點我沒有辦法給你 講說到底怎樣貴怎樣不貴 對不對比如說我現在開TOYOTA 那我現在改福斯會不會貴 貴 好貴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開HONDA 那我現在再開這個 福斯貴不貴 貴 他說小思哥我現在開VOVO保養 我想要開VOVOVO保養不知道貴不貴 那我問你說你現在開什麼車 沒有我現在開兵力啦 便宜啦 便宜 我告訴你貴不貴超便宜 對不對 不一樣嘛所以這個跟教馬子的那種概念是一樣的 有沒有有的馬子來好乖好聽話 叫他幹嘛就幹嘛 為什麼 對不對因為他之前交往的人 幫你訓練好了 類似這種感覺 對不對 你就覺得這馬子好棒喔 因為之前教的馬子都不聽你的話嘛 還跟你沒大沒小大聲小聲的 有沒有晚上愛我肚子餓送東西來 你就要騎摩托車 趕快去買然後送東西給他吃 不好意思我今天上班很累 你要不要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吃 你不愛我了 我就知道你變了我們在一起 今天 對不對才這個兩個月紀念日而已 你就變了 終於分手了 交到下一個不會這樣 你就覺得超棒 這個女的好棒 類似這種感覺 不過你如果本來是開國產車的 你當然你 一下的跳進福斯 VAG的車系 跳進Volvo 跳進雙B 那其實應該會是貴的 順庭講的也沒有錯 保養其實都差不多 油不就要多那個 了不起多一罐多兩罐 保養費用是不會太貴的 油薪就是那個錢而已 但是問題是零件 零件的費用 通常就是一定會貴蠻多 而且是以倍數下去看 冷氣不冷要注意哪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冷氣不能一個簡單的 很簡單的概念 像我們在出去看車的時候 我們怎麼我們去估車我們怎麼測試 如果我們遇到車子冷氣不冷 我跟你講一個車商 他會去測幾件事情 就是我們先把壓縮機AC關掉 發動當中冷氣你現在開了冷氣不冷 我們就把AC關掉 那你去觀察轉速表 在你AC打開或是關掉的這個按鈕按下去的過程當中 轉速會不會受到你按這個開關的影響 因為 壓縮機啟動 他會拖轉速 轉速就會低一下 那就代表壓縮機有啟動 那我們就大概心裡會覺得說 可能壓縮機是好的 只是冷媒的這個管路系統有漏 大部分就是這個狀況比較多 如果你在按那個開關的狀況之下 完全轉速都不受影響 那就代表壓縮機完全沒有啟動 壓縮機沒有啟動 我們就可以有幾個嘛 一個就壓縮機比如說他的鋁類壞掉 離合器 離合器片壞掉我覺得不至於 我覺得是鋁類壞掉或者是他的這個 壓縮機掛了 這個東西就風險蠻大的蠻高的 一個就是鋁類壞掉當然便宜 問題是壓縮機壞掉貴 所以通常我們在估車的時候 按壓縮機如果他沒有 轉速沒有動 按了壓縮機轉速沒有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 想成最壞的狀況 就是壓縮機壞掉 其實大概就區分這兩個部分 壓縮機有沒有 有沒有在做動 然後跟冷媒有沒有 就這樣而已 但是通常如果你前一天還在吹 越來越不冷 那通常都是冷媒不夠 灌一下 而且啊 你如果是慢慢消失 我覺得 就代表他漏很小 但是你如果是昨天還有今天 忽然就沒有了 那通常可能代表你漏的 很兇很大 有的甚至在壓縮機裡面就漏 這就更倒楣了 壓縮機在漏 那就更倒楣 你還是得換壓縮機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拿到的 這個是這個 Toyota今天 我有問喔 大家不要想太多 北高索 當初這個在影片上出現的這個 業務員 他跑一趟 把這個拿給我 要我簽署一些文件 而且他還 非常的堅持 一定要 我本人簽 所以我就 今天下午撥了一點時間 跟他見面 他從 高雄坐高鐵上來 我有問他說 這個禮物是所有的 好像88台 交車88台的BZ4S 大家都有 這88台車主都有 而且都是要 都必須要輕鬆 所以不是因為我 有特權 所以他上來 好我有問他 對因為我們的人我們注重 這個 清廉嘛 好我們不能有特權 對不對要不然到時候網友說 啊那個網紅啦 難怪從高雄送上來 沒有 每一位車主都是輕鬆 因為要見面跟車主致歉 然後要請他們簽署 那個書有沒有 所以這是威士忌杯 看起來 還蠻有質感的 那我們這個不貪財以後我們找機會把他抽獎送給大家 好不好 我沒喝酒的 這威士忌杯 泰山有沒有在喝威士忌 這威士忌杯不錯 你不要我要抽給觀眾囉 蠻有重量感的 這兩個意義嘛 悲劇 不是 阿爹 不要再靠杯了 謝謝Toyota公司的悲劇 那目前他們是說這個 從6月23號他發佈當天開始 一直到招回結束 中間一天 有待用車 問我有沒有要待用車 那我當然不用待用車 不用待用車他一天就會補貼1500元的現金 在招回完成之後他就會匯到我們的戶頭 有人說要分享什麼車是不是 好啦 我開一下我車單 我跟大家分享我有什麼車 很多都是放著想要拍的 可是一直還沒有拍嘛 所以我先 順便我自己來回味一下我還有什麼車 我們講老車的部分 比較特殊的老車就好了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我有 1981年的喜美 四門自排 1.4 還有1982年的318 在手排的 雙門的 我記得是雙門 然後1983年的 Cotina Cotina就是跑天下 手排的跑天下 1984年的Civic 12V 應該是四門自排的 1988年的Cambly 1988年Cambly 應該是那個旅行車嘛 就是那個柯P去 還有1989年的 就是你們看的那個 還有1989年的318 1989年318就是那個130 然後1989年的Golf 那你們知道嗎 有改氣壓閉鎮那台 那也是手排的 然後1989年的Sierra Sierra就是那個喜悅 不是 Sierra叫什麼 中文 你們中文叫什麼 我國外回來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Sierra Ford的Sierra 你們中文叫什麼 辛瑞 辛瑞 謝謝你們 國外回來 中文不太好 再來1989年的520 134的520 然後手排的 還有1989年的325 這台是雙門手排的325 130 1990年的大氣 禿頭黑 金美滿 是不是 手排的四輪傳動 我見到柯P去宜蘭買的 1991年的 B&W520 這也是134手排的 然後1992年的 Silica 就是沒有人的 大概一直等不到影片的那台 也是先登的 1992年的 Nissan的SER 雙門331 SER手排的 1992年的 Corona手排 就是變色龍 1993年的 SALON灰色手排 那台跟變色龍是一樣的 也是1.6手排 兩台是同款車 這款車我有兩台 1993年的 303W 就是那個 挖工紅色的 手排的 上次影片你們看它是金色的 我還談紅 1993年的Corona手排 這台很特別 1993有記得這台 這台手排是五門鞋背的 Corona不是Carola 不是Hello Hello You fool I love you 還是Carola 我說這是Corona 五門鞋背手排 1993年Carola 這個Carola就是那個 你們就知道了 再來就是1994的 這是雙門的 大屁股 雙門 1995年的 Kimcap 有沒有 有一次洞蒜洞蒜 那台吉普車 1995年的SARBA 就是那台9000 1996年的日史 就是你們最近常看到那個綠色改成那個 玩命龜頭的那個 1998年SARBA 就手排的那台SARBA 喜美 喜美 還有146的320 1998年的 還有1998年的406的3.0手排 1998年的GS300 1999年的S80 就是我一次去加益收的S80 然後2000年的3000GT 就是日時新款的 還有2000年的SARBA ELO 就是我去那個 新竹買的 還有一台2001年的手排 瑞斯 1.8的手排瑞斯 然後還有 Civic 2001年的 K8手排 還有 2001年的Varita 復古麻糬的自排 還有阿呆的2001年的IS300 還有上次去收的2001年的MX5手排的 我還有一台2001年的146320CI 他買的我都不曉得 我想比較特別的好不好 還有那台別克老虎之也還在 還有X-Type四輪驅動3.0的我還有 SL55也還在 判達熊貓 也還在 SARBA 943 2004年的 我有兩台 凱迪拉克SRX 一台4.6一台3.6 SRX 凱迪拉克的 對啊 好啦好啦 講夠了這樣講很多了吧 你看 怎麼整理 這樣需要繳牌照燃料嗎 有的有把牌停掉有的沒停掉 如果牌沒有停掉就要繳 一年稅金繳多少不敢算 現況賣又捨不得 然後放在那邊有可能要繳稅金 因為不可能丟外面那種老車丟外面越丟會越爛 Firodo又來了 金爸爸我們 金爸爸其實也支持我們很久了 好不好 然後再來 OG方向盤 最有溫度的改裝品 目前有網友給我的回饋 看了我們影片去OG 享受完打折看到成品都非常的滿 滿意 Altra Dash行車記錄器 好不好再一次強調 你們現在看小師出去外面試車所有車內影片 只要拍得到我跟阿呆的 正面的那個影片都是他的雙鏡頭行車記錄器的其中一隻拍我們 可以支援到我們可以把它壓縮成4K的畫質 你們去看那個我們的4K畫質的影片就知道 目前用起來好像耐用度還不錯 我們那個很嚴苛 你知道嗎 我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Altra Dash不是 我相信很多行車記錄器都可以 當然Altra Dash是我們的乾爹 我們自己有實測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好不好 現在這種天氣 我們出去拍 試車影片 我們是不是都用吸盤吸在前檔 然後有一隻都會固定拍我 如果是只有我人物比較沒有拍到阿呆的那個鏡頭 那個都是用 GoPro 用吸盤 黏著對著我 然後中間 會看到我跟阿呆就是Altra Dash的這個雙鏡頭 我跟你講這種天氣熱的鑰匙 我們常常試車拍到 GoPro都當機了 我們很習慣錄一錄聽到 嗶嗶嗶嗶 還要當機啊 關機自動關機休息 電池很會發熱然後一下就過熱 我跟你講 中間那台行車紀錄又好 所以這我常常在講的 買行車紀錄什麼牌子什麼大牌什麼 沒關係不管 你就是要有耐用度 以免說台灣的這個溫度環境真的蠻嚴苛的 天氣熱的鑰匙攜在前檔 前檔都快可以 可以煎蛋了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行車紀錄在那邊曬太陽 如果很快就壞掉還壞掉你不知道 你開開開等你撞到要看 行車紀錄可能三年前就沒在錄了 要找這個穩定的機器 那我們現在出去拍 行車紀錄 這個阿刷Dash是目前真的還沒有 當機過 因為當機最慘的是誰 他剪片才發現當機沒錄到 全部都要重錄 你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 行車紀錄不管你們挑選 耐用度真的很重要 耐用度真的很重要 好不好 尤其是我們乾爹也是要支持一下 我都講了 不要你們的錢 我們要乾爹的錢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幫乾爹 宣傳不代表我們有這個東西 我今天在我的粉絲專頁也看到一個 貼了這個聖帕斯考爾的照片跟我說 我換了考爾之後我的車還是很抖 怎麼辦 不是我賣的 你要你要去找你的修理廠 或是去找你的廠商 對不對 你換了考爾還會抖 有可能是 這個不是考爾的 本來就不是考爾的問題 我們只是幫他宣導 很多人都覺得說 好像我這邊一定買 我就買得到 我今天 我比較愛賺的 我 阿嬷帝是乾爹 我叫200台來 我幫他銷 一台抽 300 500 也是賺錢 只是今天我們沒有這樣做是說 我們就先幫這個乾爹宣導一下 我們就拿個宣導宣傳費 那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們自己實際上在用也很好用 你們要買到他們指定的賣場你們去買就好了 不是說我這邊一定有在賣 不 我求援兼裁判 我講到說 我阿嬷帝很讚 然後我自己又在賣 來喔來喔 下標喔 快點 樓上桌樓下阿嬤叫阿爸 快點 我叫 這裡有一批很便宜的行車紀錄器大塊錢來買喔 真的啦 我自己講到會起飛 自己才拿不到 有人問過能不能花錢上廣告真有 可以啊 怎麼不行 來啊 錢來就乾 我現在小狗的關係我們離開他基本上 三個小時就很緊繃了 所以你們為什麼看到我們頻道很多都是去 餐廳吃個飯 因為我們就是 把他該吃的要吃好 該餵的要餵好 然後帶他上完廁所 把他安撫睡覺之後 我們就趕快出門 然後去吃個飯 了不起就是逛一下街 就回來照顧小狗 沒有辦法離開他 我覺得三個小時很緊繃 超過三個小時回家 就會看到他 在屋子裡面一直 在那邊走來走去 可能已經尿尿 踩得亂到處都是 或者是大便踩得到處都是 以前 年輕的時候 遇到尿 他會跳開會閃開 那現在是 一直走 不知道 就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踩 然後甚至你太晚回家離開他 你就看他被卡在某一個 比如說櫃子跟牆壁的縫 他頭就塞在那邊 他就走走走走 就卡住 然後就不動 那在我們回去看到他不動 之前他不知道已經卡在那邊多久 雖然我們有盡量 不要讓家裡有一些縫隙 可是他 總能找到一些縫隙塞著 像我的家裡的空氣清淨機下面有個進氣孔 昨天整支塞在裡面 他不會倒退 前進也進不了 倒退也退不了 剛好我們在 家裡看到 趕快把他拉出來 所以 就變成說 你們看我們的影片 好像就是去吃個飯 就回家了 我們過這樣的生活 已經可能 半年以上了吧 從你們看我們的影片 最早好像開特斯拉 帶汪汪去山上走 那個也許搞不好一年也有了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已經過這種生活 就是要嘛就是要帶小狗 能跟著一起去的地方 那要嘛就是我們把他安大賀 我們出去養三個小時 而且 你看像今年我每年我都會回台中圍爐 我們今年 我們連回台中圍爐都沒有去 就為了要照顧這個小狗 因為帶著他到外縣市 相對是 現在已經是麻煩了 因為要帶非常多的裝備 之後 還會養狗 不會啊 不會養 其實我老婆要養貓 我就不太想養 而且他現在養的貓 我已經在想說 以後還要帶他去看醫生怎麼辦 才剛養一年而已 我就說以後 看醫生怎麼辦 我怕就怕死了 往往對不對 你說對不對 打噴電啊打噴電 好啦大家晚安啊 啊好玩了 我今天忘記錄了 我要被他帶罵了 同步都要罵我了 大家晚安啊 下禮拜見 會員週五見 大家晚安